瑞碎文旦佑尽管面临大陆禁止进口 以及产销节气仅三天的双重压力 市场产销价格也跟着波动 瑞碎香农会表示瑞碎香的文旦佑下周期进入大采阶段 无论是行销推广或是产品加工等等 农政单位早已准备就绪 农民切勿紧张落实文旦佑的分级分价 虽然白鹿节气与中秋节仅相隔三天的时间 不过瑞碎农民除了是借着早收技术调节 今年入下高温热造组天时低利人和的情况下 今年文旦佑的品质不输以往 我们今年的文旦佑采收期 从这个礼拜已经开始有农友陆续在采收了 我们依据也在月底的时候会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市 那今年的这个文旦佑品质 那因为气温够高日照也够长 所以今年的文旦佑品质相对来讲 国力不大那品质也相对的好 随着节气与节庆脚步的到来 农民也预计将从下周开始全面大采收 而在开采前夕市场产销价格尚未明朗化 面对产销压力部分农民有些游行 日子乡农会呼吁农民千无惊慌 农政单位早已准备就绪 只希望每位农民落实文旦佑的分级包装 分级分价好丰收 还是要呼吁农友 那不要恐慌 那先稳定好自己的品质跟价格的部分 农会跟政府这边有一些相对因应的措施 那目前都已经在实施了 包含我们的这个文旦佑的加工营销的部分 包含有这个农友券的部分等等的一个方式在进行促销 那后续还有很多的这个行销方式 我想我们会把这个价格稳定下来 那也请农友不要恐慌 尽管目前文旦佑产销市场面临大陆禁止进口 以及产销期短的双重压力 然而不论是文旦佑国内外的行销推广 产品加工等措施 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单位都已到位 协助农民突破今年险峻的产销市场 记者是越南瑞士采访报道